各位各位,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我們技術剛發售 技術明明已經完結一年了 大家我都在講這技術,你覺得技術有多賺錢了 今天的話我們來補一下我們的 的一堆型態好不好 但我會一直一直補,因為我想認真講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補的第一個型態的話 基本上就是前前剛出現的 Zaku Zaku洋芋片,跟我們的 辣味版本好不好 這樣子的話一次兩個把它做為開箱好不好 因為畢竟商只有介紹他的武裝嘛 這個變身型我們還要來介紹 Zaku Zaku洋芋片 這次我要先說,他們這次設定的其實蠻酷的啦 就是說除了本身的糖果啊 軟糖啊,棉花糖這種硬的軟的之外呢 連這種比較偏有一點鹹的一個洋芋片 通通都是有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是蠻炫的一個點啊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呢,這次的話他就像是採用一個黃色鏡的設計 而且我們這邊看到他整天,他這邊設計的 其實就跟他的型態有點關係 因為他這次其實是武士好不好 等一下大家就會看到他武士的樣子 所以他這邊畫有多個臉上的一個刀疤 除此之外他的臉畫那種往下垂的感覺 有點像是鬼面的感覺啊 所以呢,整體的你光看這個前面這些片段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就那種武士風格好不好 很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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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從中間看,有沒有發現就是滿滿的一個洋芋片這樣子啊 然後並且上面畫也直接跟你講他的一個英文 所以呢,這一段畫就像是在教你每一個臨時的一個名稱大概長怎樣啦 還蠻炫的還蠻炫的 然後上面畫這邊還有Zaku Zaku啊 就是類似那種很脆很脆的感覺 所以呢,就算是他的一個名稱 除此之外的話就讓他整個是採用黃色做一個設計啊 還蠻讚的還蠻讚的 我們把這個全部看完之後呢 就是馬上進行一個 全行 但其實他應該要自己騎車過來 就跟劇中一模一樣好不好 嗯,好可愛喔 嗯,練起來真是有點和風感的一個風格啊 他自己覺得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樣子 我們就變身完畢啦 並且跑出我們這一把 跑出我們這把武士啊 但其實是要雙刀才正確的 OK,我們整個變身完畢之後呢 基本上 你看他中間 這應該是超大的一個馬鈴薯吧 應該好應該啦 然後呢 再加上他的臉是裂開的 然後並且他有非常大的一個眼睛 其實這整體就看起來是那個鬼面的感覺 其實就跟武士的風格是差不多的 很讚 而且除此之外的話 你看左兩邊 你會發現他這整個展開之後呢 就更像那種 將軍啊 卡夫特的那種面具的感覺 所以呢 更加的武士風格 整體就把他設計上武士啊 然後呢 畢竟他都是武士嘛 所以呢 武士都非常重要 因此呢 你在他兩個面這邊啊 是可以看到他的武裝展開好不好 他的武裝的話 就是兩把洋芋片的一個刀子啊 所以呢 這一次的話是使用雙刀流啊 嗯 讚讚讚讚讚讚 這一次的話就是武士加上洋芋片的一個風格設計啊 因此呢 我們可以清楚的判斷 他是採用雙刀進行攻擊啊 然後他整個皮刀上面的話 也是用洋芋片進行一個疊頰 就那種弧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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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好這個弧撞 又可以呼應他本身騎士的一個風格 武器上的話 也是選擇使用我們的洋芋片雙刀啊 就是類似那種防武士刀的感覺吧 但不如說 能用洋芋片做成這樣 我個人覺得算是蠻酷的 很讚很讚 甚至真的滿有個人的一個特色 音效上面的話 我個人覺得聽起來 其實滿有凱武的感覺嘛 我自己覺得有一個武士登場那種感覺啦 所以那整體的風格算是滿相似的 而且真的是他的刀子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 如果假設你是被拍到的話 會整個碎掉 如果是在角度對的一個砍法下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鋒利的一把刀子 然後再來是必殺技部分的話 我這邊再做個補充 就是說並不是依靠這個啊 這個會追加必殺技 就是要讓你遊戲遊玩內容 可能他們也發現這個 單把遊玩內容真的有點少 但是主要方必殺技還是依靠這裡 因此呢我們稍微停一下 但不得不說 這的功效超級明顯 跟技術一模一樣 弱的拳那已經非常非常之帥 對這邊的必殺技裝就是往常那一套 但是呢如果假設你是用這個玩的話 他這樣的話就補足原本他這個失去的一個專屬特效印啦 所以這玩家還是有買的幣啊 就得是多加一個額外的DLC 讓你的必殺技的音效更加準確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這個全新的一個 辣味洋芋片好不好 這個辣味洋芋片啊基本上就是這個的換色啊 基本上就是改成這樣 其實也蠻合理的 辣味口味使用他的包裝整個變紅色這樣 而且上面的陽味洋芋片看起來也紅紅的啊 看起來非常非常之辣 他中間的部分主要是改色 但上面這邊是有改一下名詞好不好 改得很辣很辣的那種日語歌念法啊 嗯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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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這個看起來很紅這看起來很辣你知道嗎 很像辣椒醬啊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 然後呢有沒有這個感覺全紅色的啊 喔~~讚讚讚讚讚讚 然後呢當然也是來試刷一下 可是感覺應該會跟我們基礎型在使用什麼TG啊 或使用腳那種軟糖感覺差不多的風格 一覆一層武裝的概念 可動的有機器 不適合格的分析 對,它的音效確實聽起來不像是純正變身音啦 它聽起來就像是把這把劍染上轟的一個火焰顏色的一個音效 所以呢,整體蠻合理啦 你必須使用這個進行一個基礎變身 然後呢,這個幫你的武器做一些部分強化 所以在劇動裡面,這把劍可能或許會真的變火焰這樣 所以呢,好吧,還是要看劇動演出大概如何啦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但蠻期待難道有吃到這種辣味洋芋片感覺什麼風格 必殺計劃一樣稍微玩笑 果然這段話也是屬於比較常態的 因此呢,整體人如果假如你要玩到這個火焰的必殺計劃 理論上來講,應該是要買到這把刀 然後切成的火焰型然後放必殺計 這一集有講過,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洋芋片完整形態完整開箱好不好 因為這個壓比較久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次當初把我送繩,當然過不了 因此呢,我只能剛好在開播再跟大家講解一下吧 就道具全部來說,我自己買這一套 基本上整體我覺得玩起來風格還是非常之棒 歇由這個變身,然後呢,你還可以搭配這個機車 哇,好炫的 再可以切換成我們烙洋芋片 讓我們的刀染上火焰的一個能力 發出出它真正的一個全部效果 我只能說一個字啊,真香啊 哇,那變起來感覺非常非常有feel 而且刀子又可以增加專屬必殺計 所以我覺得整體也是完全不虧好不好 蠻推薦的,蠻推薦的 如果你們有幸運的話,可以稍微考慮看看 好,所以呢,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雜咕雜咕雜咕洋芋片的一個全部開箱 我們下期再見,拜拜